可能比较靠后面这个同伴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伴随着这种自信 我们是可以再去往前面搏一下 搏一搏 当然了 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不管你现在的成绩如何 只要能够进到决赛 你都有机会能够争夺冠军 不幸你问AG战队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0P1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2赛季常规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解说去到 我是解说陆离 这样的一个横线还是比较偏僻的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几支 急需周积分的战队 虽然说他们可能很难去 直接来到前五名挺进到 挺进到我们的这个周决赛当中去了 但是呢还是可以去观察一下 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状态 去面对明天的比赛 对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太多的队伍 在可能一分到两分之差 没有进入这个周决赛 所以说在第一天 咱们尽量能晋级的时候 不要把训练留到第二天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比今天好 当然了现在在画面当中啊 我可以看到北部的大部分战队呢 虽然说他们的第一条点是在北侧 但是南侧都有第二条点 你比如说像这个天霸战队 这场比赛肯定是去M城和 应该是童家宝 是附近嘛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 平分了桥头的位置 桥头这一块的地形也算比较复杂 对 包括A级不在 那这一块的一个领地圈 可以扩张的更高一点 但是在乐观港湾这边 没有了4M LGD和TC战队 那是比翼双飞啊 那4M去哪呢 4M来到了N港 N港就面临一个很难受的 难受吗兄弟 你告诉我难受吗 过桥问题 但是这个圈形也不能绝对说 就一定要过桥 因为任何事情都会在咱们的比赛发生 那怕它的概率极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全区里边 陆地面积大概占了三分之二 是 而且其实可以容纳的陆地面积也比较少 因为有非常多的属于无人区 是你不可能会去占的 上周这样一个寒水面积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来到阶段四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像是阶段六七一样 打的是不可开交啊 看看今天寒水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谁能够拔的头筹 我觉得4M在小岛跟LK 之间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LK你能不能准确的预估到 4M的一个进圈速度 进圈效率 进圈时间 如果你把控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可能会在过桥 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 是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RNG及RSG这两支战队 他们都是在分散搜索 而且在安全区往东侧刷新的情况之下 他们一定要小心前期有没有像ELG 或者ACT以及AG Fox Black等等这些战队 在往安全区从北部绕境的情况之下 把他们给抓单了 我觉得这个圈形对RSG啊 真的还是有机会的 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前面三板 而就是有点失落 因为在赛场上伴随着积分的压力 选手是能深刻感觉到这种压力的 所以说我们老说调节 你说调节它其实蛮难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AG Fox Black他们也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现在只有22分 但是如果这场比赛拿下蛋糕的话 也是有机会能够挺进到前五位的 而且你看到现在呢 从级分上 分差上来讲 中间大概又有这么六七支战队 是一同有机会去争夺咱们今天的前五晋级名额的 但是ELG就显得有些困难了 包括ISG TC战队27分也是很有机会的 我赛前的话 说要准备明天的比赛 只是说在最不乐观的情况之下 TC战队27分还是相当有机会的 它和AG Fox Black有五分的分差 也是等于在第二梯队当中的 但其实对于ELG来说 它今天的机会是稍微大一点的 因为明天的话 其实你像SMG或者是DKG都回来的话 中部的压力会无限增高 明天怎么说呢 咱也谁不知道明天什么成绩 但是今天在中部稍微被解放点的时候 可以考虑再往前顶一下 明天SMG回来之后呢 中部肯定是要乱成一锅粥的 因为SMG必须要争一波了 必须要争一波了 他们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 只不过这个赛季呢 可能第一时间在换了跳点以后呢 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是 所以说如果SMG往前顶一波 那其实他最先顶的应该是ELG 是的 上场比赛发挥非常猛的成C 这里看到的是他的驾驶页面 和上场比赛我们看到的YZZ是明显不一样的 学生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开车方式 毕竟咱们知道开车很关键 如果说你看像这样撞一下 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打把机会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去学成C的这个驾驶建位 包括大将军的也是一样 我用过大将军开车的这个这个建位 真的是太难用了 是 但是我们发现 LK竞争是什么时候埋伏在这里 LK竞争一落地就在这里埋伏着了 对 那这样的话 FM应该是 你看星鹤一直在苗这边应该是知道的 感觉上应该是察觉到了 对 竞争的一个落地埋点情况 毕竟咱们飞伞的时候都能看到彼此的位置嘛 是 而对于天霸来说呢 和通家宝 那上场比赛 天霸战队去了S乘通家宝 倒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单吃 但现在通家宝好像只分享到了M城外围的这些物资 确实啊 外围的物资我们知道肯定没有特别香嘛 毕竟那不然外围香 大家都跳外围了 是不是 那其实城区还是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去选择的一个区域嘛 但是一个城区原来一只队伍吃肯定是足够的 现在两只队伍去吃啊 我觉得可能这两只队伍物资都并不是很丰富 有些观众会问说 为什么有的选手就不搜城区 搜那些边边角角 像SC 为什么是不是混的不好 哎 你就错了 我在边搜边观察 哎 这种位置都是给一些特殊队员的 你看一下NXQF在沙漠 STE在海岛地图 包括说是像这个 FORM 以及RST等等很多战队啊 他并没有说是落地原地搜索 虽然说可能 大家一起抱团搜索 会安全一点 是吧 能够互相支援 但是对于周围的这些信息 以及说搜索效率上来讲 就没有那么高了 对 我们试想一下 四个人搜完城区出来观察室也快 还是说前期我们就分开搜索 哎 观察信息快呢 是的 那上场比赛可以看到 LGD战队 他们的转移是非常快的 但是在这种安全区 急不靠东的情况之下 他们和TC战队的打法 就形成了一个大相径庭的方向 明显能够看到TC战队还是更加想要去 在前期抢到节奏的 所以说他们离开的比较早 LGD呢 更多的是想要丰富一下自己的物资情况 是 包括你看到目前的话 在圈中比较密集的地方 都是在和电站附近 像监狱啊 或防空洞 基本上圈边的位置是留给了很多慢进圈的队伍 是的 而对于竞争来讲的话 似乎他是不太感动了 也有可能是给刚刚进圈的三名队友 给到4VM的一个位置 他现在这里就是监视4VM 一旦4VM在桥头的位置 可能稍作盘缓 有没有可能来一个一三包夹 直接打背身 但是4VM最开始 我记得他们实际上是有被标红过的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受到了打法 但不一定是竞争 所以这个就是两边的一个心理博弈的一个情况了 对 因为落地好像星鹤就曾开过火 应该是看到竞争了 是 所以4VM其实可以从被 稍微绕一点远距离 跑到这个桥头的被波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日的得分榜 NXQF的Powerboy 个人也是手感回归 来到了十个淘汰 第二名是打手 第三名是三三 王源源 像素 这是并列第二位 对 但是后面队伍还是机会比较高的 基本上都是大家非常眼熟的选手们 但是想拿淘汰的话 我们知道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很好的 比如中期站点的位置 那你其实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琴九战队的打手是被换下去了对吧 那这样的话 打手可能会错失掉一个获得单日淘汰王的机会 是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 琴九其他队员 这个路线其实跟上把 我记得YD的开启路线是比较相似的 找到一个比较好能规避枪线的位置 但是这已经避无可避了 要等自己的队友来支援 但是我觉得SCE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不是很难 我在这个点漏过枪线之后 我大概也会猜到 你会找队员停在 能限制我的地方 比如说对面的石溪山山头 我可能万一一不小心倒了 那我的优势会转变为烈士 马上换点 马上换点 这是非常关键的 而琴九战队去向的方向 应该是从龙几山到土卢一条街 这个位置呢 侦察信息是比较方便的 而对于现在的天霸战队来讲的话 在赶走的童家宝以后呢 还是原地盘缓 毕竟这里是一个靠近安全区中心的位置 是 不过竞争还真的很有耐心 他就是一直在观察着附近 并且他没有动过 他不敢动了 对对对 因为福威姆 星赫如果既然已经是发现他了 他再去动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四个人包夹 这个圈呢 这个圈 靠近中心的位置应该是在RSG 以及ELG 还有RNG之间的交界之处 我比较关注整个东部沿海 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东部沿海肯定是一起浪美滋滋呀 是 而且你看到这个圈形 大家不要觉得水域面积多 那我就不去水 不是这样的 它会加速圈形的一个转移 和战斗的爆发点 就可能说这是正常地图的 可能第四圈的情况 对 现在阶段二 其实是阶段四 接下来阶段三 其实是阶段六 就是它会无限地爆发很多 原本不应该去爆发的一些打架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既然土地面积有限 那咱们只能用手上的枪来说话了 ACT这里强行要忙 ELG 看到了ELG 站位以及状态 不是特别好的情况 这下来到了点上 对 他们打得非常果断 直接选择满边包进来 要比你ELG的支援要快 是的 进步最大的选手之一 大将军这里也是有所斩获 山上的北斋 这个位置啊 它比较难受的一点 就是自己头顶还有人 Z9这个拉枪线 一旦被放倒的话 正面又是被瓦解了 是 ELG的站位 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做好 是 因为这个防徐要攻过来的话 明明还有个机会去守 因为对方是没有引体 直接干拉的 哇 狗子干拉的情况上 打得这么猛 也是和叮当打了一个鞋筒 RSG这边听到枪声之后呢 他们明白 阶段二 这个时候一定要强的去拿分 对 他可以再往下去走一点 因为对方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他 因为正面战场是没有打完的 他可以安心去输出 那这场比赛来看的话 ELG应该是要到这里了 明天的话 ELG 北斋在临走之前带走了ACT 还是临走吗 这个时候 阿兹记山上的压力士 已经让北斋察觉到了 这确实是临走的 这确实临走之前 211的一个包夹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侧面的一个枪线 他ELG的一个分手 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靠前 是 就这样的一个样板房 甭管是ELG还是ACT 甭管你有多强 如果全员 或者说大部队在里边的话 太难守了 真的 是 但是NVSKL听到了 下面这波打击 他可以往前再挪一步的 看看这波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时间的话 会说ACT其实他们的位置是 被ELG山上山下包夹的 但无奈的是第一时间 他们其他的队友是架住了 房间里边的名簧 在我看来ACT这个队伍 我可以用两个字去形容他 敏感 敏感度很高的选手 他会做很多即时反应 这个即时反应是能打开缺口的 并不是我要坐以代币 等你拉到我旁边 我再去反打 如果这个车开过了 狗子 我再去扫 不一定能扫下来 就是对于场上 战区的嗅觉比较灵敏 是 不过从现在 东南部沿海来看的话 战区这一侧的天霸战队 显然是不如刚才已经往北进发 也就是海湾对面的一起浪 位置更好 这个沿海能藏四五队是没问题的 因为整个环形盘过来 是很多位置的 对 而现在圈已经把港区给刷走了 FORM应该是出海 而近点的话 LOK是被分而视之 提到LOK的话 其他选手已经是 竞争是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白给 没办法 好 果然这边FORM选择出海 但是登陆的地点选在哪呢 从这个位置以及这个位置 都是有登陆的方向的 但问题是 岸上的RMG和一起浪 早就已经张开口袋了 在等你了 我觉得FORM如果真的进不去 它是开船 它不是游泳 所以它目标性是很大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不能着急第一时间上 因为一旦有人 同样跟你被逼到水里的时候 你们的机会就是一样了 而且是阶段三 现在的话 陆地面积大概还是在二分之一的位置 现在的话相当于阶段六 你看 现在大家转移 都是很着急的往圈里走 零 有着这个 擦肩而过的情况 都是打个喇叭 打个招呼 这个圈我记得 在上赛季 RSG在最后一把 就是同样的圈形 核电站跟这个 海岸边 他吃了蛋糕 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场 但是这场就不知道故事是怎么书写了 现在来看的话 秦九和老干爹 真是又比翼双飞了起来 确实啊 毕竟抢同样的节奏 但秦九没有选择再往前去撞了 选择是就地停车 对 而老干爹呢 往前撞 他的目的又在何方呢 往前走 其实也没有什么栖息的地方 只能是往电站里边一扎 看看去个什么 坑里 坑啊 坑倒不会啊 我觉得可能在边缘位置上 对 因为这个 两个电站的位置来说是比较大的 对 就看你说你进哪个站 主要是游泳馆他没了 是 所以说 目前对于老干爹来讲 我压围墙边肯定不现实 对 围墙边的话 我抬不起头 那所以我只能往里去扎 那高点被一起让控制之后 我不可能跟他去评分一个 对 所以说只能去 挑可能剩下的去用吧 捡别人剩下的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怎么来了吧 没办法呀 那这场比赛 从目前的分数上来看的话 第四名的ACT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给后面的队伍 一个上涨的机会 虽然说AGFox 现在还在信号接触区之外 但是这样的大绕 也有可能能给他们 带来更大的收益 TC TC的位置是在北侧 那AGFox 进圈的道路 应该也就是 从北往南的这条马路了 但是马路上走 风险很大 只能是从山上 大家就是已经知道了 这个全新里坐马路 基本上是被分掉的 就是看分给谁 所以说哪怕山路难开一点 我也尽量安全为主 开慢一点 天霸战队的这个海岸边 已经是能够栖息的 少有的位置了 因为如果说安全区 待会刷同行员 或者是继续往北的话 因为排水嘛 对吧 你到了河电站那一侧 他就要通过一大片 没有任何掩体的海滩 去开车进圈 那这个对于天霸战队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除非是一个西南切角 是西南切角的话 那我这一波吃STE 我是有优势的 是的 但是STE这个队伍 不是一瞬间能吃完的 你看STE的位置 分战的 NVXQF一落地 不光是要面对 STE意志队伍 北边的NLK 包括说他们现在 还在原地盘徊 没有进来的 Jimmy以及King 两个点位 都会被AG Fox Black 给绊住的脚 果然啊 这里天霸战队比较难受 他们从这里 竞圈的这条道路上 是完全暴露在 一起浪的枪线之下 其实先进的话 就有时候容易相挨打 不如说在圈边 多牵制那么一会儿时间 因为你看到 一定有人比你着急的 4M的出海 简直是太有效果了 他们果然是 从这个点位上了岸 并且捡到了一个空头 这是在海滩上的 一个观察性 做得比较好 所以说把自己顺位 一瞬间拉到前面去了 差了不近道 是 而NVXQF这边 是想要从南侧 打开缺口 但是 现在看上去是阶段四 虽然也是排水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因为大家在 圈里边有效的区域 并不多了 就能待人的位置不多了 都在圈边卡着 那现在来看的话 NVXQF 进圈难于上青天 是 两个电厂 贸然冲进去 必然是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包夹 所以没有选择 直接贴大小电厂 而是在周边 做一个牵制 但这一波是没有想到 前方队伍还没清理完 这背身还有人在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可以学老干爹了 你看老干爹 刚才扎完之后 他现在在安全区正中心 胆大 骑龙骑虎 现在不要想那么多 在圈边强行打的话 也许能拿到一点分数 但是排名分肯定不高 但是你后期的话 直接扎 那其实会扎人脸上 所以老干爹选择 扎圈的时机 是比较靠前的 对 现在就要看看RNG 包括说是 一骑浪 是吧 RNG 那个高点 其实后期上比较好 看正面 这边又是这个防区 这一波的话 ISG选择了在防区里边 固守 我感觉好像挺难的 但是嘉惠和东城 第一时间发挥到了 所以说正面作战上 可能也是各打50大板 是 但是你看到 东城这个位置很难 帮到队友 因为AG Fox 清完一边 正会选择 把矛头指向另外一边 ISG目前还在 考虑一个集合问题 AG Fox 这是见谁打谁 但问题就在于 这里第一波并不是 只打一队 RNG 山上的TC战队 有可能从侧面 打击AG Fox 是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干嘛 你看到 想去旁边防区 做支援也挺难的 而且知道对方 那边是两个分数 东城又受到 外围枪性的一个干扰 这里弟弟 你看第一时间 虽然说 在样板房里的 队友防守不利 但是外围 绝对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样板房 如果你全员归缩 肯定是守不下来的 是 哎 骑泽这里 一颗手雷 炸倒了刁哥 想捏出去了 结果手滑了 但是烟路封完之后 可能还是想去拔 拔这边的点位啊 RPG有没有感受到 山上其实是 有一个枪线 在架着自己的 这颗手雷 炸倒其中 一雷双枪 是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 这边漏了一个侧身 大概率也是猜到了 他感受到了 陈素的位置 但如果这边去扶人的话 可能会再次 受到重击 嗯 现在两个人 忙到脸上来讲的话 双龙出击啊 我觉得 Ice应该是能够拿下 TC战队的 打一个提前枪 刁哥还没被拉起来 RPG孤军深入 直接被连打逮捕了 这一波没有打协同 有点不应该 呃 两边确实差一点意思 那这样低点的话 再赶过去 TC已经可以把人扶起来 因为第一时间 其实我感觉 东城是要和RPG去 一起清房间里边的人 但是东城选择的是 青山上的陈素 呃是 但是这个时候 TC可以往旁边再 撤撤一点点 但弟弟需要把这波打完呀 是的 而这边NVXQF 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扎到了小电站里边 而在大电站里边 老干爹前期啊 他的一波大胆 也是成功的为自己 奠定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局势 乐观双雄 原妙不可言 还是在核电站里边 去共分一个位置 呃确实 因为你现在 谁去冲击他呢 大家先起心起力 把周边人清干净啊 哦 弟弟这边反应非常的快 但是无奈 对方是一个协同 这就是协同 当时如果说是 东城和RPG 协同去打TC房区里边的人 那这一波 应该是RPG吃下了TC 大意了 我觉得这一波进去的话 可能以为 对方是已经 必没的 但是提前枪的话 你看位置是锁定的是 倒地的选手 有干扰到自己的视线了 是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 NOK两兄弟 只能是腿过去 后面是有一个蹦蹦 但是蹦蹦是没胎的 呃 包括竞争现在还在一个 你看到在一个外围 呃 能不能去新一波火力 毕竟这个圈形 刚刚而切到电站的旁边 就你必须要去 嗯 压我的围栏 而且现在阶段五啊 还是处于一个阴阳的状况 因为中间有一条马路 将这个战场分割为两边 一个是大殿 一个是小殿 看看接下来的阶段六 到底是眷顾大殿 还是眷顾小殿 包括其实STE一直是往 NVS Cube 这边是给压力的时候 导致天霸这块是 一直在做一个 很好的防守的 嗯 现在来看一下 第五名的分数线是 4M的37分 TC战队差6分 只有两个人了 虽然说是有点困难 但还是有机会的 嗯 确实 因为ACT这个点掉了之后呢 会把下面队伍解放出来 其实对于后面队伍来说 也比较难受啊 你看像STE也好 嗯 包括可能SD的位置 稍差一点 但是你想把SD挤下来 太难了 嗯 包括一起浪来讲 一起浪现在39分 他们位置也不错 NXQF也是39分 稍微危险一点 稍微危险一点 所以说一起浪 只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比如你在圈内的一个争夺 你基本上这个分数 加个小时分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现在很有机会的 可能是天霸战队 从位置上来讲 天霸战队 还有包括RNG战队 都是很有机会的 如果RNG这场比赛 能够打得好一点 呃 拿一个 一名或者是二名的话 也有机会能够把ACT 或者FM挤下来 以及NXQF 是 因为目前从圈形 站位上来讲 安全系数比较高的 你看 嗯 还是带前面几名的 是 选顶上来讲 已经是想保这一把的 一个排名分了 对 现在是11支队伍 前面的队伍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掉的话 对于后面的队伍来讲 就是美滋滋啊 而且你看到一起浪 说退回自己的老家 现在家不能守着你 对吧 我把几个比较难受的点位 给他守住 一起浪新说啊 我就出门到海边 吹得吹海风 怎么回来 有三个巨汉 直接就把我的家给占了 是 而且三个巨汉 可能一会儿要扑向我 最终还是安全区 眷顾到的大点 那这样的话 急需这个分数的RNG战队呢 可能情势不妙了 而对于LGD来讲的话 嗯 舒服了 又被刷到了安全区中心位置 感觉老干爹这把保 标很多啊 嗯 保标很多的话 那他就要 去看看能不能高点 对吧 KK人头什么的 而现在有几个人 NVXQF的居民 已经很难再向前了 同家宝的用情 也是没办法 继续向前的话 只有一个 好 先看这一波吧 LK 这是完全没有查到 背后有人 甚至第一时间被打掉之后 对 他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LK几兄弟是腿过来的 你没看到吗 他们的伯母都已经把 被胎 胎被修完了 所以说腿过来的情况之下 悄无声息的扮演了杀手的角色 就没想到后面是有人的 嗯 也就是因为一开始 LK在后面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去吸引这个聚力 是 而这波天霸战队 还是不断的依靠烟雾 但来到了安全区里 但是这个位置稍作盘缓 只有一辆车的话 不足以架起一个铁桶阵啊 是 所以你看天霸为什么吃累 就他们其实很多波的转移 都是抱得太紧了 也没办法 现在来看的话 RNG从北侧想要强行 拿到更好的位置 要问问4M的这个脸色 嗯 是 但我们注意一下分数上来讲 两个对五 RNG稍微差一点啊 差个八分的一个分差 主要是4M在前五 而且他也不急于去拿到一个 最后周期分的门票 甚至说他很乐观的 让明天我来打个比赛 对吧 我明天打个比赛 我能够让新队员上一上 是吧 磨合一下我的阵容 等等等等 所以说4M是很轻松的 来打这场战斗的 是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心理压力 但对RNG来讲 多那么一些分 肯定说能弥补我之前的一些 失误 是的 我们也是从画面当中看到 NVXQF被STE给淘汰掉了 那这把分数可能往下拉了一点点啊 嗯 RNG稳住了 4M这里阵线打的有点太过于主动了 延伸出去了 那延伸出去之后呢 进又进不得 退又退不得 就像这一波正面打架 两边都是把烟雾弹封锁住了 双方的一个视野 反而高点的话 在电站内目前是没有踩到的 反而正面的突击方还受到了打击 是 而这里RNG如果能够打开4M的这个缺口的话 他们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嗯 是但是被蓝圈赶不缺口的是RNG啊 对 不过RNG这一波的话 不管是左边的4M还是右边的勤九战队啊 都会对他们形成一个交叉火力 所以说打一边或者是早打 绝对是重中之重 勤九战队这里主动贴过来 那这样的话 4M在被压制之后呢 RNG倒不是说先 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到勤九这边 不过4M他不答应 嗯 确实 而且这个正面打起来有点像咱们的团击模式 嗯 虽然说比较考虑咱们的配合 但是左右枪线的一个夹击 是 你看会把整个RNG逼在这个外围 诶 4M退了 那这样的话RNG的机会他来了 是 他要先清理完镜面的勤九 勤九 因为安全区把RNG已经完全刷出去了 他们这边清完勤九之后 就可以依靠着安全区的西侧 这边 靠着篱笆窗 直线向南走 是 因为一开始勤九想来偷RNG跟4M这一波 但是RNG选择唯有掩体大方的情况下来说 我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你的坡下 勤九战队这波来劝是没有问题的 只可惜RNG是早有准备 而且4M第一时间的攻势是被按住了 他的反打错是很快的 而且另外你看到像素是一个人在圈边去限制他们 甚至三个队友已经是进拳了 那这样的话RNG应该能够拿到前五的位置了 只要他们正常打 嗯 不暴毙 那一起浪怎么办呢 一起浪本来说下门口好好的 结果自己顺位最远了 嗯 那就看谁被挤下来了 4M现在是37分 是吧 嗯 37分比RNG还高五分 而且多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4M肯定不会 ACC有点危险 因为目前他们还要加排名分 对 所以说上升空间还是挺高的 但是你看STE他还在场上 STE STE现在在场上 其实他跟后面的关系不大了 就看一起浪说STE争夺今日的第一名了 但这个时候金免正面得扛住啊 你这波如果掉的话 就拖就拖了 是的 当然了一起浪现在还是一个两两分战 但是两两分战的右翼式已经完全被STE给清下来了 确实 你看到一起浪 其实每一个选手的预表点都是不一样的 就代表他们很清楚STE的一个步防 也知道我的相互顺序 STE没有任何步防 我觉得他们唯一的步防就是无脑往上忙 干就完了兄弟们 那怎么办 那A6只能强心打呀 嗯 哦 这边是选择去救人的话 那A6如果知道这个信息很难 是 这这一场局部作战应该是就关乎于今天的首位了 不过后面的RNG和FM我觉得也是跃跃一试 好 最后的话 这里一起浪 最后是50分的分数 对 被夹死了吗 因为STE在圈面一直放了一个人 好 进点的话 星辰这里 哇 三倍镜着实 我感觉抖的有点太厉害了 七天好久呢 直接跟 还是先用投掷物争取点时间 我们看RNG其他队友啊 还是慢慢再往这边去赶 嗯 RNG清掉了琴九这一侧的话 第一时间没有全员的向前贴 而是一字长舌阵 但是一字长舌阵的这个一是横向面对STE的 也就是说STE可以把RNG像法棍一样这样一口一口的吃下去 两个人是赶了三个人 知道对方应该还没有及时支援过来 RNG的阵型实在是太差了 这还能继续穿吗 是的 应该看到七七行的一个小 小脚 那这样的话 给士怀振进去点时间吧 炎舞弹还有大概二十多秒的时间 士怀是能够打起药来的 只有原点的一个小智了 RNG很有可能这波大一失荆周啊 注意一下FM33啊 已经是往前做了一个顶 因为他知道现在围墙边南边是没有人的 都在往咱们的一个西部去转移 士怀这里完成了一拳三 那是 应该知道原点还有一名选手 但是现在不着急啊 山智奔场比赛也是拿下了六个淘汰 啊 RNG的这个一字尝试阵步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惜横向面对STE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法规 葫芦娃旧爷爷 对 但是FM还是没有把视角放到外面 一趴老根捷出来 所以现在老根捷被包在这个大舱里面 其实你看从枪线上来说 全部是被FM包起来的 那问题来了 一会儿STE如果说是 轻掉RNG 或者是RNG和STE 大家就默契嘛 对不对 你STE呢 向南侧去绕 我RNG的小智呢 向北侧去绕 会不会会在外围和FM形成一个火力上的交叉 这就是我想说的同样的场景 老干爹保卫战 老干爹 现在面对这个大舱 看看他们是主动的选择出来换枪呢 还是说低调 隐忍 制造战场上的这样一个神秘感 但是这个大舱如果 决赛圈可能大家手雷不是很多 那如果大家一起这个 比如说灵魂七月包里面去偷手雷 就非常难躲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投射范围来讲的话 大家不一定都能投得准 对 而且阶段九梅花庄的情况之下 肯定是你外围FM 包括STE以及小智 今天比较着急啊 现在直至下STE一队了 大舱其实你知道里面人比较多的话 你冲进去基本上就是一个火力网 你很难说软一两个人 是瓦解这个战局的 对 我觉得老干爹不要强行对枪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时间的流逝 因为你是个很大的隐患 大家都敢碰你吗 如果你强行对枪的话 一是暴露自己的火力配置 二的话万一被对倒了 让一方起了歹念 你说冲击过来你咋办吗 你就只有两个口去和对面的人 去进行火力支援 对方只要一架一冲 或者说一架一丢 丢个投授物什么的 老干爹都非常的难受 这里封了STE的枪 这个枪线 应该是要准备抵挡FM的进攻了 因为他很担心屁股有人 但是STE知道我人少 我一定要等FM跟老干爹打起来 我再进去 但是K神的想法不一样 这里就是一高人胆大 这机会比较强 像素这里还敢上来 小小剑和33的两颗手雷 这里就是你放枪了之后 对方肯定能够感受到你的位置 位置一旦 一旦暴露了的话 手雷绝对是有力的一个进攻武器 又是一颗手雷 大仓当中 没有办法 FM的三颗手雷打开局面 最终FM是淘汰掉了LGD 是的 那STE这边想来接管这一波 但是蓝圈都在赶两个队伍 但反而释怀跟杉志 已经是拉到正面近点 把FM包在大仓里 这里STE两个人面对FM 虽然说是由信号接触区的驱赶的 但是这两个人 刚才已经亲手灭过一队了 再灭一队又何方大面对FM 释怀已经是大仓的状况 居然是由杉志补枪打倒了像素 三颗的位置也是直接被发现的 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 ST在最后时间随着一波两波的打击手感 正式火热感直接冲进去 一个队员在大仓的外面 一个队员冲进去限制 卡住了整个FM 身背金腰带 我谁都不太爱 即使你是FM 我面对你正面二打四的情况之下 也还是拿出了自己百分之百的实力 并且赢下了这一波 其实反观今天整 就你发现ST最开始在圈面 不管是跟天霸 还是跟这个LK等等 牵制了很长时间 甚至我们觉得他一直是一个 可能很容易 包括NSQV在他进点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他可能很容易会吃掉 但他通过不管是三人还是两人编制 一直到决赛圈可能二顶RNG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队伍的血性越打越高 那这样的话 凭借这一局比赛 ST应该是能够拿下单日第一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在于最后RNG应该是凭借 他们的自己的分数 能够进入到前五的 对的 毕竟这个排名分也是蛮高的 不过看到今天这一波打完的话 从积分上来说 我们知道每一周的分数线 多有一定的转变 但这种可能稍微对来说平均一点 当然了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从积分榜上来讲的话 明天的ELG 童家宝以及ISG 绝对是硬仗的一天 对 如果不能够进入到前十的话 他们这个赛季很有可能就止步于此了 是 而ST今天也是破了单日的积分纪录 毕竟 毕竟ST他在最后的决赛圈连吃了两队 那你都提到他了 我其实蛮想知道他今天多少分的 之前是71分 一分之差又破纪录 是的 那保持分数线的话 我们看到还是40分 但是这个一般我们说50分以上 但是你看到前面队伍是一直在吃分 他们的成绩是很平均的 你看到20多分 30多分 20分十几分十几分 这种非常恐怖的一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